好来看到退伍会主委李翔鳩 日前接受美国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的邀请 参加了第118届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会 他全程以流力的英文致辞资迎得不少掌声 而且李翔鳩他穿的是军方最夯的艾森豪夹克出席 不过军服上没有别上三星上将的军阶 国防部说退伍军人只要军服上面没有别上军阶 就不算正式的服装 在鼓掌中 退府会主委李翔咒 身着最近很夯的艾森豪夹克 和美国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 VHW总会长达菲握手寒暄 还颁赠一等荣光专业奖章给对方 7月24号这一场 在纽奥狼举行的第118届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会 李翔咒代表退府会 感谢协会长期致力于台美友谊 and the VFW have bonded in a brotherhoodship since 1980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we have established this long-lasting friendship the Taiwan and the U.S. have had profound release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trade and also in military security 以流利英文在台上演说 仔细看李翔咒头上戴着传型小帽 别着陆军军徽与国旗 穿着艾森豪夹克 配挂着名牌与胸前徽章 但两侧肩膀却没有三颗心的上将军阶 由于李翔咒已经退役 穿着军服需要经过国防部同意 退伍卫表示不清楚有没有核准 要问国防部 国防部也说不知有无申请 强调没有军阶就不是正式服装 根据陆海空军服制条例 退伍军人只要经国防部核准 是可以着别有军阶的正式服装 1952年出生的李翔咒 拥有台大中心双硕士 还曾在美国乔治尔大学战略班进修 学经历相当完整 撇开军服的服装不谈 李翔咒和美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交流 不仅拉近台美关系 也称得上是成功的外交出击 明天新闻李翔华鞋站立台北报道